大家好 咱们还是借着这个烂聚满江红 然后提提岳飞 提到岳飞的岳家军呢 有件事呢 你可能听说过 他们军纪严明 这个饿死不拆物是冻死不罗掠 不拿群众一针一线 大军所到之处 对百姓秋毫无放 但是你想啊 能有如此严格纪律约束的军队 有一部分原因是他们待遇优厚 士兵们就算不拆物不罗掠 也不能被冻死饿死 否则的话 面临被冻死饿死的情况下 怎么可能做到不拆物不罗掠 所以呢 他们这个吃得饱穿得暖 待遇优厚 就没有骚扰百姓的动机 那么他们的待遇是哪来的 一部分呢 来自于朝廷 另一部分呢 来自于岳家军自己啊 经商做买卖 岳飞在自己的部队里呢 设置回忆官 实际上就是给军队 打理商业业务的官员 在这些回忆官的经营之下 岳家军在鄂州 襄阳府的酒库 田地 赌场等生意 每年收入157万贯 这笔钱呢 大概能够支持岳家军 三个月的军事行动 军队做生意这事啊 你还一点都别觉得奇怪 这种事啊 古代是一直存在 不仅历史优求 而且花样繁多 在史及记载当中啊 战国时期就出现了军队经商 战国时期呢 各国实行的都是郡县征兵制度 兵员主要来自于老百姓 随着兵员人数越来越多 战争规模越来越大 各国的经济主体 小农经济 根本没有办法支持战争 军队需要钱养活自己 再加上呢 中国古代武器盔甲 生活用品 这些战士的东西都得自备 士兵也需要钱来置办保养 于是呢 军队经商就成了必然 一般来讲 每一处军队驻扎的地方 都有特定的经商场所 叫做军事 一开始呢 军事里买的只有军人的生活用品和粮食 所以呢 军队规模越来越大 里面的商品也越来越多 军事带来的收入也越来越丰厚 到了汉朝 取瞻于军事成为一项重要的国策 统治者呢 还专门设有军事令 来管理军事 调控物价 收取士租 军事作为一种事 理所应当要交税 而军事上交的税 不会全部收归国家财政部门 而是一小部分上交国库 大部分留给将军 犒劳士兵用 或者呢 直接发给将士们充当军费 这个钱呢 可能会被统帅贪污 也可能都发给将士 具体怎么用 统治者不干涉 有史记载 魏上汉文帝时期 云中郡太守 他把这个军事的收入 全发给士族 这么丰厚的收益 可以让士兵们五天吃一回肉 在喝粥都喝不饱的 中国古代能吃肉 这是神仙般的生活 后来呢 因为他对士兵们太好 引发了皇上的疑心 万一你要拉山头造反怎么办 于是呢 找了个借口 就把他打进了监牢 随着时代发展 军队经商变得越来越普遍 唐朝翻阵割据 地方节度使 拥兵自重 不服管 那这样的话呢 朝廷肯定不能给他们拨款 没有国家拨款 节度使养兵的钱哪来啊 当然就靠军队经商 唐末翻阵军阀 比如像凤翔节度使 李茂珍 这个在咱们腾飞五千年 这个节目里 不止一次讲过这个人 不仅让军队做生意 还利用手中的权力搞垄断 在他统治之下 只有他的军队 才能卖灯油 老百姓被他折腾的 点不起灯油 只能改用松明子照明 一怒之下 李茂珍又下令 禁止使用松明子 是吧 这个老百姓就嘲笑他 七行八事 调侃他说 是吧 天上的月亮也可以照明 李大人干脆下令禁止 我们用月亮照明吧 地方藩镇 经营的这么邪乎 中央军也大差不差 中晚唐的时候 由于藩镇林立 节度使 不听中央调遣 板级不达于天府 共赋不入于朝廷 朝廷收不来税 只能想折搞钱 比如说设立公事 在民间强买强败 唐武宗灭佛 就把庙里的财富 收归国有 这都是朝廷挣钱的折 让中央军 神策军去挣钱 也是手段之一 他们和官府勾结 在长安东西两市 七行八市 巧取豪夺 用赚来的钱 这个神策军 冲为自己的军费 尝到经商的甜头之后 这神策军呢 再也不负往日军威了 征兵也不像过去那样 专挑勇猛善战之势 反而大量招募 精于投机倒把的市井之徒 工商子弟进入军队 那这样的军队呢 自然战斗力全无 后来呢 皇朝逼近同关 神策军在出征之际 大部分士兵被吓得是嚎啕大哭 很多人凑分子上街 故老弱病残 冲速去前线 结果可想而知 同关一战神策军士兵败如山倒 可以说晚唐国家衰败 乃至国家灭亡 跟军队的经商有很大的关系 宋朝虽然看到了唐王的教训 但是呢 不可避免的滑进了军队经商的漩涡 因为宋朝有冲兵的问题 八十多万进军需要国家养 财政实在吃不消 只能用经商解决问题 当年范仲淹镇守庆州的时候 用军队的钱做生意赚了几万罐的钱财 岳阳牢记的主人公滕子经也有过经商记录 派了几百个士兵卖茶叶 并且要求呢 沿路官府不得收税 到了南宋时期 财政进一步吃紧 经商更是稀松平常 中兴四将 每个人手里都有不少买卖 做生意最离谱的就是张骏 手下五万多兵 八千多人都做生意 最常做的生意就是放高利贷 借五千罐呢 要还一万五 由于后来呢 挣的银子太多 为了防盗 张骏呢 索性把铜钱换成白银 每一千两银子 做成一个银球 取名呢 没奈何 就是即使盗贼来了 你也搬不动他 你想一两银子是三十多克 是吧 那一千两好像要三万多克 那三十多公斤呢 那就是谁搬动啊 是吧 他这份生意在朝堂和民间呢 都非常出名 有一次呢 朝廷举行国宴 请这个铃人歌舞助兴 这铃人嘛 就里边就是这小丑 小丑就是可以随便这个插科打祸 那就是他不受这个任何人惩罚 你随便讲 是吧 所以有一小丑就说 我拿一铜钱 我顺这个前眼一看 是吧 我就知道呢 哎 你这个皇帝也好啊 什么这个宰相也好 你是天上的哪个星星下凡 是吧 所以呢 他就拿这个铜钱啊 照一看这个宋高宗 帝星下凡 一看这个秦货 向兴下凡 然后呢 这个一看韩世忠 将兴下凡 是吧 然后拿着铜钱 赵张俊 赵半天 不说话 是吧 然后这个别人就就就就就问了 说你看他什么 你怎么不说话 什么也看不见 就看见前眼里坐这个张俊王 所有人包括秦货 包括这个宋高宗 哄堂大笑 是吧 这就是讽刺张俊 就是只认钱的掉前眼里了 但是你看 就这样让人皇上放心 知道他是一门心思挣钱 他什么事没有 不过呀 张俊忙来忙去啊 这个倒还是有些成绩 他的部队呢 不愁吃喝 也不愁装备 五万人的军队 竟然有三万副全装铠甲 要知道一副铠甲的价格 接近四万钱 三万副全装铠甲 成本折合铜钱 是一百一十四万贯 当时临安生斗小民 每天的生活费 不过四十文钱 一副铠甲的价格 相当于普通百姓 所有的家产 当年宋朝熟燕京 给金国的熟成费 才一百万贯 有这么多具铠甲 说具富可敌国 那一点都不过分 宋朝一灭亡 袁明清三朝 倒是认识到军队经商 带来的问题 想对这种行为严加管理 但是随着传统兵制的崩溃 财政的不足 最终的结果 还是得默许军队做买卖 平定长毛的时候 曾国藩看到朝廷实在发不出钱来 便在征得朝廷同意之后 从浙江戒盐运到淮南等地贩售 将所得冲入军饷 后来战局焦灼 怀言因为商贩避走 大量积压 乡军水师就就地取盐 拿去贩卖 所获卖盐款 用于发军饷 晚清洋雾运动时期 造船厂 早期造的军舰 也是兵商两用 平时拿来运货当商船 打仗都是当军舰 之前有传闻说 北洋海军经常走私 虽然没有证实 但是可能性非常大 你想造军舰的时候 都让他去运货 那最后真去运了货 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 可以讲啊 这个军队经商是个历史悠久的传统 大部分原因是财政不够 士兵吃不饱 导致呢 不过没有人不爱钱 就算是士兵吃饱了 他们发现做生意能多赚钱 也会义无反顾的去做 毕竟没人不想挣钱 所以这种事除了一纸禁令 还得有现代化的保障体系 和监督管理制度 不让军队冒出这种想法的念头 才能彻底解决问题 好了 关于军队经商的历史呢 咱今儿就聊这么多 欢迎您关注我的频道 加入我的会员 参加我的游学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